来 你没见过猪跑 还没吃过猪肉吗 这跟吃猪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看啊 我们之前看过 那些电影里面 那求婚浪漫的 都能把观众给感到哭了是吧 就是我们昨天看的那个 你忘了吗 那个男的 怪自己的女朋友 专门去学了 他最爱吃的提拉米苏 然后学了足足有一个多月呢 然后在他生日的那一天 就亲手做了那么一个 然后就把钻戒放在了里面 那个女的一吃 有个雅的东西 然后拿出来一看 哇 是一颗钻戒 这个时候那个男的才说 嫁给我吧 听起来挺无聊的 不怕噎着吗 你就不能有点浪漫的情绪嘛 真的是 我就是这样了 没办法 那我们不嫁了 我 干嘛 你休想 我想看你所有的延续 让我相信你是唯一 我相信你给我的约定 走多远的路 我们在一起 我 你这是逼婚 不行 重来 重来吧 嗯 那再来一次 你是我最依赖的 这笔 也是最深处的秘密 明明很靠近我们的距离 这笔 这笔 实质怎么这么小啊 你心跳 再大了就不好戴了 睡着你的手不累吗 不累啊 可为什么是粉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 挺适合你的 可是我见过的那些作品师 都有透明的 没什么颜色 不知道 他们说 这叫彩钻 该不会是被人骗了 然后买的是假吧 好好好 这叫彩钻 哪个人 这叫彩钻 爱奇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